吴小姐在服侍业工作五年 她坦言碰过好几次顺手牵羊的不速之客 但抓到对方偷窃的那一瞬间 可是要有技巧性 紧迫盯人就怕让顾客感到不自在 有经验的服务业者先会保持距离观察 如果对方逛了老半天 频频背对着 这时候就要假装在整理货品 我就不会去打扰他 我会就是找一个地方 比较接近他的地方 然后做我的事情 可是眼角会看着他 如果真的发现 架上陈列的商品不翼而飞 也要技巧性问话 刚刚走过去那个法家 就不见了那客人 他想要留那个法家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法家 店门口防盗器铃声大坐 店员上前叫住客人 问话太直接 恐怕引起客人反感 应该要婉转一点 不好意思 我们的感应门可能有点问题 那可以麻烦再走一遍吗 店家婉转表达疑虑 就怕把客人误会当成了小偷 但也有其他状况 消费者买错商品要换货 有人习惯走进去 先到货架上挑选正确的商品 再一次到柜台解决 这样一来很容易被误会 买错商品最好凭着发票 还有商品先来到柜台 做好换货的动作 之后两手空空 再来到商品货架 选择自己真正要的商品 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店家防窃贼上门 就算碰到行踪可疑的顾客 也不能先下定论 必须旁敲侧击 找到关键证据 才不会造成顾客反感 记者宋佩文 陈胜义 高雄报道